這個是新莊復興段有兩塊土地 一個是253 一個是254 254號是任美林 就是侯友宜的老婆 忽然繼承得到254這塊地 可是這塊地太小 你根本沒有辦法變成一個完整的基地 對 結果金方發現右翼實業公司 這個右翼實業公司就是凱學院的持有公司 其實就是侯友宜家族的草地皮公司 105年1月花了1559萬 好買然後106年花了779萬買 111年花了809萬買 連續三次把整個253整合了 再找一位黃先生 再找一位朝鮮 這一大片基地就整合完 整合完如果蓋起來 就是幾十億的收入 侯友宜這的話多不掉 253是去買的 253跟繼承沒有關係 他之前2018年他有收過 他說因為有一個違建 有一個建築物 剛去落到253 就是那個254跟253交界那裡不是有房子嗎 他說那個房子因為人家佔到了 所以我們要去把253買下來 什麼理由 什麼理由 所以他就在105年 隔壁有文件說好把隔壁買下來 105年106年總共花了2000多萬買 對 好他現在的關鍵就是251 252 255 256 我想說這個地怎麼樣 這個地旁邊有一個很厲害的公共設施 叫做新莊體育館 誰 那新莊體育館的附近 其實離那個體育園區 就什麼棒球場 其實都不遠 這附近有兩個捷運站 這裡是下一波可能啟動都更的地方 最大片 對 都更 或者是重劃的這一個地方 就在這裡 那優衣公司是誰 優衣公司那個玉 就是侯友宜的大女兒 叫侯玉帆的玉姨 侯友宜有一個女兒 開了一家土地就是買賣跟租賃的公司 是 在陽明山上收了租金 按照金補充的說法 大概一年收七八百萬 然後呢 在今年的年初 達了這個七八百萬 去登記 去新莊體育館的旁邊 買了一個土地 從學生的錢拿賣土地 重點是 這個時候的新北市長是誰 侯友宜 侯友宜你當新北市長 然後你女兒的公司 在這個地方買土地 你覺得這樣合理嗎 對啊 有時候這個地方如果申請都庚 侯友宜要賺他們了 對啊 去做都庚的時候 東西要不要送到新北市政府 當然要嘛 送去新北市政府 那蓋章的 最後下面那個大的印章 是不是叫侯友宜 那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這種連避險都不避險